舞蹈的魔力在于舞蹈的世界无需用语言便能读懂 舞蹈离现实的吹烟很远,却离我们的心灵很近 在竞争激烈的武林,新人辈出,高手如云 但这几位武圣有着绝对的武林霸主定位 他们是女神本身 接下来我们来盘点一下中国舞蹈界最著名的几位舞蹈家 最完美艺术品,杨丽萍 他绝对是中国舞蹈史上的一个神话 他在舞台上风华绝代了近半个世纪 时孔雀舞的惊鸿之美深入人心 他是一个用生命舞蹈的诗人 而他本身就是完美的艺术品 为此,他三十年不吃米饭,留着五公分的长指甲 甚至洗澡都需要助力帮忙 他也为了舞蹈放弃了声誉 杨丽萍,1958年生于云南,白族人,自幼酷爱舞蹈 1971年进入西双百纳州歌舞团 九年后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 并以孔雀舞文明 1992年,他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位赴台湾表演的舞蹈家 1994年,独舞雀之灵 荣获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奖 2003年,杨丽萍任原生泰歌舞 云南映像总编导即主演 2009年,他编导并主演云南映像姊妹片 云南的响声再获成功 杨丽萍的舞蹈风格最成功之处 在于他的艺术表现形式 源于自然和真实的生活 他曾经说过他在中央民族歌舞团时 采纳芭蕾舞的训练 他认为这种训练不适合他 在他的意识中,大自然是最美 最真实,最深刻的体现 有一次他走在大自然中 一缕极透的阳光从树叶间洒下 照在草地上慢慢地移动 杨丽萍悬身融入阳光之中 情不自禁地摇摆身体 他希望通过感悟 力争用自己朴实的身体语言 去构架人类最美的梦想 他说,跳舞对很多人来说是发挥技术 对我来讲不是 我每次跳孔雀舞 都觉得我在一片森林里面 霞光万丈 所有看过杨丽萍舞蹈的人 都会进入他构下的如诗如画的意境 都会情不自禁地 被他所表现出来的美所动容 他在舞台上有一种深不可测的魔力 他的舞蹈跨越了人类语言的界限 早年间 他曾经与台湾商人刘淳晴步入婚姻殿堂 最终因为生育问题分开 也许杨丽萍注定不属于婚姻 不属于柴米油盐 不属于世俗生活 他是百年难得的舞蹈家 他注定为舞蹈而生 功成名就后 他选择于巅峰时刻激流永退 42岁那年 他从中央民族歌舞团办理了退休 卖掉了房子 也脱离了体制 把北京户口迁回了家乡云南 他说 回家就像是鱼回到大海一样舒服 在那里 他如愿当起了生命的旁观者 看一棵树怎么生长 河水怎么流 白云怎么飘 甘露怎么凝结 最高贵芭蕾皇后谭圆圆 谭圆圆是国际上最具盛名的亚裔芭蕾舞蹈家 2004年 他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 并成为时代封面人物 同年 入选亚洲20位40岁内最有影响力英雄人物 2006年 他参加央视春晚 与杨丽萍 刘延 联媚共舞 遂寒三友 松竹美 2010年 上海市博会开幕式文艺表演 谭圆圆担任领舞 2018年4月9日 美国旧金山市将该日定为谭圆圆日 谭圆圆1977年出生于上海 1987年考入上海舞蹈学校 1992年毕业后 拿到了奖学金的她前往德国求学 同年收到了旧金山芭蕾舞团的邀约 一次偶然的机会 谭圆圆临危受命 在首席主演 因病缺席的情况下登台表演 从此奠定了她在旧金山芭蕾舞团的位置 1997年 晋升为旧金山芭蕾舞团首席舞者 那一年她才20岁 成为最年轻的首席 其他演员大致需要花8到10年 才能得到这个机会 谭圆圆跳过所有古典芭蕾舞大剧 但是她最爱的是小美人鱼这个角色 小美人鱼也是她的代表作品 她是一个当中无愧的传奇 只是现在45岁的谭圆圆回首时 看到那个10岁就进入舞蹈学校的小女孩 她想抱一抱那个小姑娘 因为她从10岁起就每天在练功房里训练 放弃了所有寻常人的生活和乐趣 个人生活也多有遗憾 谭圆圆至今没有结婚 没有孩子 舞蹈对于女演员来说是残忍的 无论是谭圆圆还是杨丽萍 她们都为自己钟爱的舞蹈事业牺牲了很多 谭圆圆说她就像一个苦行僧 把全部的自己奉献给了芭蕾 这个唯一的信仰 时常感到孤独 但这也是她的宿命 一个苦行僧吧 而且觉得挺孤独的一个人 这也是我的宿命 最具争议舞蹈家金星 金星的一生可以用得上传奇二子 金星1967年出生在沈阳的一个朝鲜族家庭 9岁开始学习舞蹈 16岁那一年获得了首届中国舞 唐礼杯少年组的第一名 并且独创了男子足坚舞 17岁那一年第一次远赴法国表演 她是中国大陆首位获得 美国艺术研究院奖学金的中国舞蹈演员 开始跳现代舞后 金星觉得终于可以用身体说话了 24岁那年她在欧洲演出 一天晚上在化妆间化妆 突然像有谁在她脑子里敲了一下 金星感觉开悟了 她一下子明白 现代舞是表达一个人的生命内涵 可以跳到死为止 她说以前我的技术很好 却只是被动地按程序完成舞蹈 那天我突然感到可以享受和驾驭她了 现代舞交给人对自由的认识 因为现代舞是用生命诉说 不是用动作在解释 变性是金星的又一次重生 她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一个女孩子 但她知道社会的成绩有多大 于是她想只有先做一个成功者 社会才有可能接受她的与众不同 金星说我比其他跨性别人是幸运 但这幸运是我咬断了牙自己争来的 1995年她进入北京香山医院 手术过程无比痛苦 但她如愿地成为女人 她说我28年的男性经验是财富 然后做女性更是充实 在艺术创作上 我一贯保持中性态度 男性和女性都有局限性 从人的角度看问题是最饱满的 1998年她成立了金星现代舞团 这是目前中国内地唯一的私人现代舞团 并先后代团在中国、韩国及欧洲各地演出 每到一地均能引起极大的金星效应 常常演出爆满 欧洲评论界给予极高评价 正当我们的现代舞不知该往何处发展的时候 一个来自东方的舞蹈艺术家 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同时金星还是一位知名的脱口秀主持人 以毒蛇著称 但她仍然保持着清澈的艺术良知 面对同行 金星赞谈圆圆是华人之光 是一位巨星 一次金星与杨丽萍在座评委时 由于不同的观点发生了争执 金星事后解释 她只是持有与杨丽萍不同的艺术观点 但她佩服杨丽萍的舞蹈成就 说她舞跳的绝美 金星与德国丈夫一起领养了三个孩子 她完成了一个女人一生所能扮演的所有角色 女儿 妻子 母亲 最坚强舞蹈家 刘延 刘延1982年出生于内蒙古 爷爷奶奶为她起名为延 希望孙女能像高山和石块一样坚挺 屹立不倒 刘延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 是文化奖和五个一工程奖的获得者 也是2004年全国舞蹈大赛金奖获得者 在2006年样式春晚上 刘延与杨丽萍 谭元院合作表演舞蹈 《岁寒三友》 松竹梅 芭蕾舞出生的谭元院世松 以民族舞成名的杨丽萍施主 而中国舞剑长的刘延则是梅 成为当年春晚的一大亮点 刘延年纪轻轻便将国内中的舞蹈大奖收入囊中 像舞蹈界有着超人的实力和绝对的话语权 可惜天度英才 在她26岁那一年 这一切的美好戛然而至 刘延作为青年舞蹈家 中国古典舞的代表人物 受邀成为2008年奥运会唯一的读舞 思路表演者 她将在全球亿万双眼镜的关注下 进行一段为时两分半钟 再现古代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读舞 如果表演成功 这将是她人生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2008年7月27日那场排练出现意外 她不幸摔伤高位解瘫 再也不能跳舞 甚至无法站立 对于一个舞蹈家来说 再也站不起来 就等于判了死刑 在她最绝望的时刻 大家都在看她的男友 央视导演郎坤 对刘延的态度 有记者跑去问郎坤 你还会去刘延吗 郎坤冷冷地说 我们只是朋友 在关键时刻 她仅用一句话 就撇清了和刘延的所有关系 绝情地离开了 那段时期是刘延的至暗时刻 饱受身心灵的摧残 最后她挺了过来 刘延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她读了博士 从首部舞蹈研究古典舞 她开展了中国古典舞身体微语言探索的先河 这是一门从未有人发现研究过的学问 是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 刘延打开了这项研究的大门 用舞蹈演员变成舞蹈教授 有了自己全新的视野 也算是劫后余生 谁说舞蹈只能用腿跳 刘延虽然无法站立 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心爱的舞蹈视野 反而用另一种方式 继续在人生这个舞台上旋转飞跃 最具灵性舞蹈家台丽华 2005年春晚的前一晚 编导张继刚 为一群年轻的龙牙演员加油打气 她说 从明天开始 最有名的中国舞蹈 就是你们表演的舞蹈了 张继刚说的舞蹈 正式牵手观音 春晚正式亮相 惊艳全场成为经典 震撼感动了无数人 曲终五指 台下掌声雷鸣 这个舞蹈春晚大火后 走出国门成为一张中国名片 05台丽华也从此成功走红 台丽华 1976年出生于河北宜昌 两岁时 因高烧打针 连眉素失去了厅力 父母为死懊恼不已 而小丽华自己却茫然不知 直到五岁和小伙伴蒙着眼睛 玩分辨声音的游戏 她才意识到 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有一次小丽华在电视里 看到了杨丽萍的雀之灵 非常震撼 也是她第一次明白 她还可以用肢体表达情绪 父母看出了女儿对舞蹈的兴趣 送给她一双白色的舞蹈鞋 从此 舞蹈就成了台丽华的毕生追求 听不到音乐 就趴在地板上 记下音响震动的节奏 健全人很容易就掌握的一个动作 她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恰是这种执着 让台丽华在众多的舞者中脱颖而出 1992年 被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选中 成为艺术团首位独物演员 春晚过后 台丽华爆红 前手观音不仅让她鸿遍全国 她还带领团队走遍60多个国家进行表演 前手观音走出国门 让无数外国人称赞 这是中国宝物 2005年 台丽华获感动中国奖 在无声世界里的她 没有埋怨命运的不公 而是以欢愉和感恩之心 面对身体的不圆满 以执拗的意志追求人生的圆满 如今46岁的台丽华 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 同时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丈夫是一个细心温柔的理工男 两人育有意思 一家人生活的平静幸福 这里是有耳工作室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